所以我可以问吗 就是如果烂酒能凝掉会变好吗 这个就看他多烂了 如果超烂的话 那应该也是没有酒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a 奶爸 今天呢 我有邀请一个自然科老师叫张瑜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一些关于威士忌的科学的知识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李华老师 张瑜 好那张老师 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这种那个 瓶中成年的概念 哦瓶中成年 好像之前有听要有些人有这样的争论 那因为成年应该还是我们认知以后 应该是在橡木桶里面 因为毕竟橡木桶它的材质 比较容易跟我们的酒精啊 或者是跟橡木去产生反应 那产生出来那些风味 就我们所谓的成年 可是如果说是玻璃瓶的话呢 因为玻璃要跟打到跟橡木桶那样的成年 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 如果单纯就用化学反应来讨论好了 好 我个人认为在瓶子里头 因为毕竟我们把瓶子打开了 它就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氧啊 或者是其他的物质 可能你空气中微生物 进去跟这些酒反应 如果说放的时间越久 这些空气里头的成分 有可能会跟酒会产生一些氧化作用 那确实风味上是有一些改变的 对 那你自己在喝的时候你有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威士忌 我喝一半了 然后我就盖着放在酒柜里面 然后过了大概六个月吧 然后再开来 我觉得那个酒精会比较柔顺一点 会比较柔顺一点 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你反而喜欢那样子的味道 是吗 我觉得就少酒精的 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空气可以散掉酒精吗 因为它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些成分 那些香气是酒精带上来 就是容易挥发的一些化学物质 所以当你在打开瓶子 就是说反复打开其次之后 那一些易挥发物质 它就会越少越多 那有些人会说这样的香气会减少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大家个人喜好 因为像我个人也不喜欢味道太 太多了 对对对对 对我是认为就是会变顺一点 然后香气会比较优雅一点 这样 那你会觉得喝起来的那个层次 柔顺度 不一样 就是那个酒精的味道会比较散掉 对 那这个可以算是平成吗 还是 或是氧化 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氧化 因为如果说成年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会移在项目桶里头 去做更多的化学反应 比如说产生一些芳香厅 或者是产生一些滋滑的反应 会比较为主 对那个香气才是最主要的 OK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现在 在威士忌界上就是很多就是在争执 就是那个冷凝过滤的部分 大部分的老刀比较喜欢喝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 然后通常比较新手的就会先开始喝那些有冷凝过滤的威士忌 有冷凝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以科学角度来说的话 有冷凝跟非冷凝过滤的威士忌会有差别吗 因为在冷凝过滤的过程中啊 他会把一些脂肪酸的物质 还有一些大分子蛋白质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那种一样丁类的物质把它处理掉 所以确实风味上面 因为毕竟毒成成分不一样 所以风味一定也会改变 但是至于喜欢这个风味还是不喜欢这个风味 当然也是个人喜好问题 对这样就像那种油肉面 可能隔天你放在冰箱里出来 就是有一层那个油油的白油 对然后把它去掉 然后那个风格真的会变不一样 比较清淡一点 香气没有那么足 对所以我觉得非冷凝的威士忌还是有它的优点 而且对那个质地是有差的 有差 所以我可以问吗 就是如果烂酒冷凝掉会变好吗 这个就看他多烂了 如果超烂的话那应该也是没有酒 OK应该没错 好那很谢谢张老师来 帮我们解释一下一些威士忌的知识 谢谢大家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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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